看着像憨憨,实际却有八百的新年子,眼珠子没事就喜欢低溜溜转,被网友纷纷调侃为地主家的傻儿子,阴毛发有超强辨识度,而火出圈,这就是巧克力熊七仔,目前全国唯一圈养的棕色熊猫,而它的存在也直接向网友证明了,原来熊猫也是能拍出彩色照片的,但这小子可不是个省油的灯,前段时间还因为彩礼问题, 把老丈人阿宝的耳朵,咬成搬手上了热搜,随即被网友在调侃,黄毛的我真不好惹啊,不过这也不能全怪七仔,只因他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傻,毕竟在蒙兰还是阳光大男孩时,七仔早就悄无声息的娶了五个老婆,生了三个娃,但生下的幼仔却一个比一个有黑发亮,竟没有一只。 随七仔的巧克力色,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喜当爹呢,虽然这小子现在幸福美满,但小时候的他却是命运多舛,提起他的绅士,网上也是热议纷纷,有网友说,七仔阴毛色和其他熊猫不一样,而被亲生母亲遗弃,在炎炎一息之际,恰好被工作人员发现,带回基地内疗养, 才捡回一条小命,但也有其他网友说,七仔并非被亲生母亲遗弃,而是被村民偷走的,村民趁着七仔母亲外出密室的间隙,偷偷将他带下山。 据说,七仔的母亲发现孩子不见后,一边哀嚎一边跟着村民,但最终却只能眼睁睁,看着村民把他带走,七仔因年龄太小,又没有母亲照料。 很快就延练一息,村民无奈只能送到救助站,这才让七仔捡回一条命,不管哪个版本更加真实,如今的他每天不愁吃喝,不愁编制,闲来无事还能和其他女熊亲亲我我,还凭着一身稀奇的毛发,成功登上央视。 相比于其他,喝不上本盆奶的打工熊二言,七仔足以算的熊生赢家了,那么你认为哪个故事更真实呢? 请不认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在下午两点钟地定位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